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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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青烟这我没见过 但祖坟冒红外线可是真的 那手机辐射到底危不危险呢 有人说可以用仙人掌来防辐射 大家注意这个仙人掌可不是神仙的手掌想防什么就防什么 你要拿仙人掌防辐射 那真不如拿平底锅挡一下 我妈呢还特别相信说隔夜的茶不能喝 如果早上泡的茶放到晚上十几个小时 她觉得没问题 但如果是晚上泡的茶隔夜哪怕只有几个小时 她就觉得不能喝了 哎 我说妈 怎么着咱家这茶叶是有黑暗恐惧症吗 你要真说不能喝 你不喝也就算了 你也用不着睡觉之前把茶水都干了呀 茶是不隔夜了 人开始隔夜了 另外呢 我妈非常想让我吃绿豆 她说吃绿豆治百病 她给我算好了 说第一周每天吃七粒 第二周每天吃六粒 依次递减 一共吃七七四十九天 哎 我说妈 咱吃这是绿豆还是鲜丹呢 就算吃鲜丹也没听说关等茶数列吃的呀 你要真说绿豆治百病 哎 那我倒要试试 看能不能把我这近视演制好 哎 我妈说你可别试了 万一你再吃成绿豆眼 那还不如近视呢 两分钟就好了 嗯 那我妈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相信算卦先生 有一次我跟我妈一起出去上街 街边就有那算卦的 我妈就飞过去算 哎 这算卦先生也挺能说 说他自己什么都能算 哎 然后我就挺好奇的 哎 我说你这什么都能算 这挺好 你给我看看这个吧 这是个二阶偏微分方程 哎 你不什么都能算吗 然后算卦先生也很尴尬 说小伙子 我们这行属于文科 你这超刚了 那还有那算卦先生呢 说得更荒谬 他说呀 自己有半仙之体 就你问他什么事 他能到天上去问 问完再告诉你 哎 我说你这挺好啊 你这等于跟天上有交互啊 你这种算卦方式 是叫云计算吗 那后来呢 我妈在我的影响下 就逐渐热爱科学了 我妈现在做饭呢 都跟我们做实验一样 我妈还说呢 说你看 做饭本来就跟做实验差不多 都是把各种东西放一起 搅和搅和再加热嘛 所以她现在呀 放料都用天平 放水都用凉桶 济食都用苗表 加热都用温控 每次做出来的饭 味都一样 可重复性特别好 其实呢 我妈也只是想精确控制 所以有一次 她做牛排 我就问她 你想做几成熟啊 我妈说 做成3.141592653589 7932384626433832 7950288成熟 我说妈 您要非做成3.1415926 5358979323846264338 327950288成熟 那您直接做个派多好啊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时